近年来创作重心转到中国大陆的表演工作坊 今年创团30周年 导演丁乃珍精选了过去表访相声的作品当中 经典的段子重新诠释改编 推出新作《夜夜说相声》 用旧作创新庆祝30周年 吃完宵夜 该去睡了 老婆 想要去女朋友了 嗯 得跟她情话里面聊聊天 讲完电话 该去睡了 老婆 今天你得上色情网站去发泄一下 上色情网站 哦 哎 请检查 社群网站 迈入第三十年的表演工作坊 改编旧的段子 推出新作《夜夜说相声》 导演丁乃珍结合了时下最新潮的话题 赋予旧段子新的意义 三十年我觉得 我们会想要自己推翻自己 重新再塑造一些东西 无力 表访三十年前推出那一页《我们书相声》 开创出新的剧场形式 接续推出的七部相声作品 都创下了好成绩 你学会月角三十两银子的 没有意思做 你得站着上课 这叫做三十和厉害 月角四十的 交到你没有疑惑 四十而不破 来 角五十的 能够让你知道明天考试的命题 五十而之天 角六十的 把说相声的场景搬到夜市 丁乃珍说 要让现在的观众觉得 看相声表演跟生活息息相关 她也加入了不同的表演形式 大胆CUSO传统 要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相声 我把一些音乐的元素 加到这个相声的这样子一出戏里面 那么音乐舞蹈 其实都有融合在里面 因为相声是说学逗唱 所以我让那个逗唱这一部分 可能比过去的相声 我觉得又再多了一些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对现在比较年纪轻的观众来讲 可能他们那个连结力会比较强 夜夜说相声 要从旧座走出创新的路